大家好,離開這個足球的直播平台都有一段時間 最近很多朋友叫我,陳姿濤,你離開這個平台好像浪費一點,講到這麼久,不要緊 現在大家知道資訊科技很發達,甚至通過手機、相機錄下一些我要講的東西和大家分享 這個完全是沒有問題的,而且是用商語的 大家都知道用廣東話更加貼切,或者說是更加接地氣 最近聯合普拿到冠軍之後一定是熱門的這個話題 很多人說了很多因素,Google這兩年帶著聯合普 戰略打法奧,人員結構整齊,還有一個很有鬥志 其實有兩樣東西,我覺得作為一個教練來說是相當重要的 就是人格味來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你手上有一群很好的隊員,你也要他們聽你知的才行 如果你有手上有一群好隊員,如果選他不聽你,指揮得不好的話 同樣是不行的 所以我覺得Google在這方面做得特別好 比如說,一支球隊的運作 很多時候我們都特別講過凝聚力的問題 什麼叫凝聚力呢?就是 就是說你在操作的人當中可以因勢利道 比如說我排一個陣容出來 你預設的,我的手法是什麼人 但是在臨場當中,對手不同 或者有些時候,對手打的截就打法不同 實力不同,狀態不同 你的應對方法都不同 所以在比賽球員當中,一個教練 我換一個人出來 換到那個球員出來 結果在場場當中,還不如在上面踢的時候 那種環境的話,他肯定不服氣 那怎樣去凝聚力呢? 但是不同的 如果我當教練的話 換一個人出來,換一個人進去 立刻形勢不同了 這些就是說服力 所以我經常說 凝聚力是靠說服力去支撐的 這一點我覺得Google做得相當好 還有一個人格魅力的 我打個比喻 其實高普現在所做的事 你明明智術上的事 其實很多人都做到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經常說馬警衣這隊伍 為什麼可以在和馬 在巴塞這些超級 即所謂的銀河戰爛當中 這個格逢當中 他能夠生存下來的話 其實跟他本身的運作很有關係 打個比喻計 很多人都說防守反擊 好像很保守 我跟大家說 智術這件事沒有什麼保守才進 任何一支隊伍幾十年 看需要來用 強隊要用 中游隊要用 弱隊的同時用 只要這個問題就說 用得好與不好 在這點上面 我覺得高普 在智術的處理運作來說 當然他的基礎理念是很清晰的 但一個很重要 其中我所說的 恩勢利道 在臨場當中出現這些問題 我們需要怎樣解決 這一點他是做得相當之好的 還有一個說 所謂的人格魅力 在管理上來說 我們之前 我經常講廢格信 廢格信他很好 在哪裡呢 就說他除了在足球上 道行夠深 高湖的地位夠強 但問題是說 他在比賽過程當中 他心中那把稱 你不清晰的話 換哪個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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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來的話 我覺得他一定要有說過才行 為什麼這麼信服 這個廢格信呢 他一直在提醒 做人就是做一個教練 一定要與時俱進 還有一個 敢肯定去否定自己 這點我覺得很重要 所以當年 廢格信帶著萬聯的時候 他手頭的樣子 那些球員 他不是最突出的 但是他為什麼做出來這麼好的 那我就覺得這個人是說不定 所以我覺得高湖在這方面 是值得大家去讚賞和研究的 打個比以計 那摩尼奴 你說他有沒有水平 我覺得他很有水平 當年一直是傳統兩支強隊 英超、萬聯、阿仙羅 統籌了 即是佔領了英超的一個 所謂的古亞軍 但是摩尼奴當年 他來到車路使之後 他改變了什麼 他顛覆到這個 傳統英超兩支強隊的地位 那當時就連續兩年 拿到這個冠軍 除了在結構老闆支持他 我覺得他本身的業務水平是高的 但是為什麼會提出另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後來 摩尼奴遇到這麼大的困難呢 我覺得在管理上 他是需要總結的 那作為這一點 我就說高湖 一個人格魅力 一個本身的指揮水平 那作為一個在運作個人當中 他如何去恩勢利道的話 是真的很值得很多教練去研究和學習的 在運作中 可以幫你搭帶來的 結果可以滴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